你好 哥 煎饼还有吗 你好 煎饼还有的 等我装一点点萝卜 马上给你做 好的 哥 今天都快12点了 怎么还没收摊呀 今天一开始这边有演出 然后我就搞得多一点 结果生意也不怎么好 哎 我想起来了 你是弟弟吧 对 这次这个饼做的比上次好很多 现在好一些了 那个时候你来的时候我才刚开始做 你要加点什么 这次你就推荐一个吧 我给你加个双蛋的吧 可以啊 两面都加一个蛋的 感觉好看很多 我最近有刷你的视频 看到你有去教宝妈跟有困难的人做煎饼 我自己想买也是人形出来的 能够感觉到大家都挺不容易的 如果说我去教他们做 如果他们能够就是 因为我更好一点的话 我会感觉做这些做的也非常有意义 也会很开心 努力 哇 哥 你真的好饭呀 嗯 葱可以吃啊 可以的 这次这个饼好好看 好看又好吃 你加个鸡也加个鱼 好的 哇 这鸡排好大一个呀 对 这个鸡排又大又厚 我这一份的话是多少钱呀 15块钱 好的 就是哥我觉得 最近天气比较冷的话 你没有打算换一个产品去卖吗 因为也有很多等司他们过来吃煎饼的 然后如果我要是改行做其他的了 来了又没得吃了呀 哦 弟弟 要不要打包 嗯 不用吧 我直接吃吧 直接吃吧 嗯 对 好 谢谢 这次加了酸蛋的这个煎饼还是挺好吃的 里面这个鸡排好大一个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